在美國加州的南加州大學的校園裡 這個星期 一群來自香港的學生在艷陽天下擺攤 不停地招呼路過的同學 他們在努力推銷 不過並不是在賣東西 他們都是聲援香港 占中行動的學生義工 占中行動的街頭人數大減 傳播系三年級的鄧吉吉表示 如果他人在香港 他會繼續到場靜坐 鄧吉吉說 她說要想爭取什麼就必須堅持 學生等待政府做出反應 等了這麼久實在很可怕 鄧吉吉和其他義工見人就宣傳 還爭取讓對方手持海報流影 鄧吉吉表示 我想做的就是告訴身邊的人 香港在發生什麼事 讓他們來想 蘭希來自芝加哥 她表示 她說作為美國人 民主生長在我的心裡 我希望民主能傳播到香港和世界其他 想要民主的地方 蘭希認為戰中抗議活動 讓世人注意到香港這個地方 她表示 她說能讓全美國的新聞台都報道 這是巨大的成就 但抗議活動是否在政治上取得成就 我就不清楚 山曼莎說明支持的理由 她說人民對政府運作有發言權是很重要的 不讓人民發言的政府通常會壓迫和控制人民 而不是幫助他們 這些香港學生在散發象徵戰中行動的黃絲帶的同時 南加大也有一個反對戰中支持民主的組織 在社交媒體裡書上出現 一些香港學生還收到他們發來的宣傳電郵 學生義工素凱希表示 我們只有一個目標就是要有真正的民主 所以就是那個途徑怎樣 我們其實是沒有太大的 就是表明一定要戰中或者一定不要戰中這樣 所以我們也不覺得我們跟那個南四代的組織是對立的 還是什麼的 一個匿名的學生在南四代組織的臉書上表示 他反對戰中和罷客罷交 但他不敢公開發言 擔心會被身邊的朋友口誅筆伐 到星期三 這個南加大藍四代組織的臉書有9個like 黃四代組織則有290個like 素凱希直出 他們在校園擺攤 四小時已經分派出200多張支持戰中的海報 不過也有少數華人學生在經過攤位的時候 說了聲狗屁民主 然後揚長而去 素凱希一笑置之 認為這是民主社會言論自由的常態 他表示 大家各行其事為自己的信念宣傳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國福從洛杉磯發來的報導 第一次來自首歌的民眾 同時期三 好嗎?